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街五四队长和小朋友未屁合照,张艺兴刘先华变化大,王一博最高。 要说目前国内综艺节目热度最高的是哪一部的话,恐怕很多人都会想到这就是街五四吧。 已经进行到第四季,这季请来的四位队长分别是王一博、张艺兴、韩庚以及刘宪华,四人都有在韩国学习的经历,所以在街五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话语权。 随着第四季内容的逐渐展开,现在对于最终冠军的人选,以及谁是冠军队长都引起很多人的讨论。 根据最新的消息显示,有网友曝光了街五四的四位队长和小朋友的合照,从照片中来看,确实应该是没有经过辟图。 四位中张艺兴和刘宪华的变化很大,王一博算是里面最高的了。 大家都知道张艺兴在极限挑战中,萌萌的样子捐了不少粉,近几年在街五以及影视剧方面的表现,更是让他在娱乐圈站稳了脚跟。 然而,在最新的合照中,却看到他脸上瘦的皮包骨的样子,没有什么胶原蛋白,和以前相差太大了。 刘宪华以前给人脸上有点肉肉的感觉,没想到这次合照中也是非常相受,并且眼睛部分看起来很奇怪,不知道是不是在拍摄时太累了呢? 王一博作为街五四中的人气担当,此次出现即便穿着平底鞋,也能看出是四位队长中最高的。 之前的颜值成为黑粉的潮点,从合照中也完全看不出有任何颜值下降的意思,现在还是非常能打。 从左边两人的嬉笑到右边两人的严肃,看得出来大家的心境各不相同,同时对待工作的状态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吧? 希望大家对于这些综艺节目也不要太拼,记得享受过程哦! 读者朋友们,你们看了这就是街五四吗?你们觉得哪位队长会成为这一季最终的冠军队长? 街五四队长们和小朋友合照,张一星刘献华变化大,王一博最高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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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不吝点赞 打赏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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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 感谢观看